对许多潮汕人来说 嘴棍是一份珍藏在岁月里的童年记忆 看起来小巧的它 做起来也需要慢工出细活 先将米研磨再倒入白好的小茶杯里 然后放到锅炉上蒙火蒸熟 糖浆用麦芽糖和白糖慢慢熬煮 这样出来的糖浆格外香甜 淋上糖浆看起来频繁的嘴棍顿时不一样了 既旁的菜铺 就着糖浆一入口 甜香的滋味在舌尖萦绕 唇水间只剩下甜滋滋的幸福感 如今做嘴棍的人越来越少 那个熟悉的味道似乎在逐渐离我们远去 如果童年的味道消失了 故乡又在何方呢 我们下期再见